疫情期间 时任CDC指挥官陈时中到布立桃园医院免利第一线人员 桃园市长郑文灿亲自陪同 但如今被靖州刊踢爆 医疗系统遭骇客入侵 自然公司的报告指出 骇客应该是同时区的有心人士 研判中国网络间谍可能性高 调查局跟刑事局的公文也曝光 证实资讯系统遭恶意入侵 已经进入调查 系统厂商的研发团队设在中国 近年以低价标下不少医院标案 吹哨哲指出 布立桃园医院 前年八月 十二部电脑被骇客入侵 隔年二月 端点系统更侦测出 四部电脑被植入恶意城市 甚至今年三月 护理系统 矚目录还被清空 状况百出 系统被骇客入侵 更出现错误的医疗资讯 像是医疗系统转换到护理系统 检验项目从白血球跳成红血球 甚至有癌症病人 接受化疗时 点滴流速显示异常 去年十月 某病患流速是每小时一百六十毫升 却变成两百五十毫升 还有病患六百零九毫升 被加速到八百二十八毫升 就怕会因此发生 猝死意外 系统目前的话 当然在治安维护的方面是有做修正 不过因为布桃的系统事实上是比较旧的系统 所以目前我们来寻求就是说 是否有机会来做更新 事实上要去避免可能来自于像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等等 这样的骇客入侵的话 事实上可能可以多把价格标部分改为资格标的方式 我们可以限制这个投标的这个厂商 对此不离桃源医院声明 否认发生过病患各资外泄 但也证实有资安事件 关于延迟通报已经惩处相关人员 并报警处理 只是医院后门大开 不只伤害专业形象 更威胁到病患健康 电视频 杨仲强 再有了